在中国的传统化当中 其实非常注重血脉亲情 那亲情呢 亲情其实是中国人 天然会有一种亲密感的一群人 对 我们经常会有个词叫什么 走亲戚 对 对吧 走亲戚走亲戚 不走的时候想他 一走的时候吧 有的时候可真的是有点闹心 闹心 前段时间网上就有一个这个截图 给大家看一下 这么长 快讲讲你的奇葩亲戚 又做了啥奇葩事 没对象时催对象 有对象时催结婚 结了婚催要孩子 完了两年没要孩子 竟然说我身体有病 生了孩子刚一岁 又催我生二胎 就一直在催催催 我二舅对我说 女孩子嫁人 别管对方是什么人 先嫁了再说 天哪 我婆婆因为我老公帮我洗碗 离家出走了 这个只是一些节选 总共有四千 四万八千多 四万八千多条评论 就各种样的亲戚都会有 其实我说实话 大家对于这种亲戚 有时候有一些 就是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集中在 一个字 就是催这个字的时候 我的天哪 反正现在很多的中国的年轻人 都在面临到这样一个情况 那其实今天我们节目组 也要来聊一聊催婚的话题 那在正式的讨论开始之前 我们要请到的一位呢 也是最近在友台节目当中 因为催婚频繁上热搜的嘉宾 我们要请到的这位特别嘉宾呢 也是我的好朋友 袁珊珊 我的天啊 是吗 袁珊珊的爸爸 袁爸爸有请 袁爸爸 欢迎 袁爸爸 我们还是要握一下是不是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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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坐 请坐 来 袁爸爸 请坐 请坐 我们再次掌声欢迎袁爸爸 欢迎 袁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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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袁爸爸先跟所有的观众 打个招呼好吗 各位 这有几个美女 美女 你好 就我一个 美女帅哥们 帅哥们 好 我是珊珊的爸爸 声音好听 我叫袁新河 袁爸爸是湖北人 老夏 老夏 今天来到我们 湖北卫视非正式会谈 也是家乡卫视的节目 所以更是感觉到非常非常亲切 那么好 欢迎光临 来得对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在场呢 有很多人是外国人 所以呢 我首先要跟大家讲一下 袁爸爸最近非常的红 但是呢 他们家啊 有两个 不对 也不能这么说 他们家有三个明星 哦 最小的那个明星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位就是 袁珊珊 袁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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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说的是什么 他非常非常的希望 能够找一个女婿 哦 来对这儿了 袁爸不介意外国女婿吧 不介意 不介意 哎 不介意 帅 哎如果有一个女婿的 一个标准来说 你觉得你最希望的一个 比如说 前提是什么呢 长相不重要 长相能当饭吃吗 长相能当饭吃吗 听到没 谢谢对我的肯定 都还好 你往这儿看看 我就不参加了 我就不参加了 他小朋友我特别喜欢他 特别喜欢他 其实我也试婚年纪了 30多岁了我都已经 不像他 不像不像 像微调过没 叔叔我觉得今天来 您来这个节目 为什么要请您来 首先第一点 我觉得叔叔可能代表了 很多中国的家长 然后另外一点 其实我们也希望 跟您在一起 一体听听看 年轻人有的很多想法 我们共同来交流 包括很多国家 他们面对 这个失婚年龄的话 他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 和处理这件事情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 跟着袁爸爸来聊一聊 我们接下来的话题 首先有请陈昌 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提案 每年大大小小的家庭聚会 都像是灾难现场 最开始催我学习 然后催工作 后来催恋爱催结婚 从22岁催到30岁 我以前每次都糊弄过去了 但是这一次的家庭聚会 倒好了 我大姨直接跟我说 你都已经30岁了 婚恋市场上像你这样的 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你赶紧别清高了 找一个人是男的就嫁了吧 我听完真的是 直接气到炸烟花 直接摔门走出去了 请问受不了家庭聚会上 长辈的催婚言论 而摔门走出去的我正常吗 受不了家庭聚会上 长辈的催婚言论 摔门而去的我 做得对吗 觉得对的 请亮灯 好 我们首先来听一下 一支烂你觉得不应该这么做 我觉得不对 首先是家里人是很重要的 而且就算踩到了我的底线 我绝对不会翻脸 而且我会就是保持平静 然后跟他讨论聊天一下 对 比如说就是我不找 男朋友的理由是什么 就说清楚 对 要说清楚一下就好了 可能会了解一点点 我们那边有一个俗语 妈妈的妹妹是妈妈的一半 所以她就是担心你知道吗 她是对你好 为了你好 去催你 去跟你说这个事情 自私 我是这样觉得的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话是一门艺术 把一段话说成两个不同的样子 是完全相反 你确定吗 我觉得她催婚就是长辈催婚 或者是表达的意思 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很正常 因为我妈妈也催我结婚 现在就开始 现在就催了 妈妈 你才十八岁 然后 我还十八岁 都几年过去了 还十八岁 永远是 然后 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她这样说 就是你已经在市场上没有任何价值了 这个说话有点伤人 所以我觉得这样 反而这样的说话的方式 也会对她就是产生一种逆反心理 她就会觉得 你都已经这样说我 那我就破罐子破摔或者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得尊重老人 不管怎么样 是 我们有一句话 一种俗语 她的意思是 谁比你看的太阳照 你必须得尊重她 就比你起得早的人 你得尊重是吧 起得早 不是起得早 年长的人 年长的人 够她们 哈哈哈 好 我觉得做这样不好 我觉得不正不正确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有在乎你的人 才跟你说这些话 对吗 如果他不在乎你的话 他就不说了 就像唐小翔说的那样的 然后我觉得在你生命中 你会遇到你不想听的话 但是我们都要学会 不在乎这些你不想听的话 因为我小的时候以前 我很在乎别人的话 然后我发现我很不快乐 然后我慢慢学到 不在乎别人说话的话 我就快乐 因为我这样想 我们的快乐是我自己做出来的 我不能把我的快乐 在别人的手上面 你知道吗 这样我一辈子都不会找到快乐 所以我们都要记住 你的快乐是在你的手上 快乐是刺激的 就通过我的看法来说 如果我30岁了还没有结婚 我就会考虑 是不是我自己有点问题 好 就这么说的 你看看这个女孩子 她30岁 她都要摔家里的打门 这个脾气这么暴躁 她怎么能找到好一点的男朋友呢 她关注的点好有意思 我也觉得就是家里人 就这样催也需要理解 他们这样做的是错的 给你带来这些额外的压力 也是有错的 再说 汤小强 你看看 不好意思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把传统文化 作为一件就是可以躲在后面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 我们必须一直这样做下去 但是你就是接受 比如说你大姨催你结婚 我们刚才看的那个评论里面也有 就是催完结婚 再有催生孩子 催完生孩子 再是催生二胎 然后接下来 就你就是打开了那一扇门 接下来你就一直在听这些人 给你说的这些话 所以我觉得这些还是要 就是自己的生活还是要自己做主 我对不起 我要反驳你 反驳吧 因为你们来自这种非常非常现代 就是那种开放的国家 没办法懂我们这种 中国和土耳其那种比较保守 不要代表中国 你先代表土耳其就好 对 反正 反驳吧 但是人家说你已经到了30岁 30岁 人家会更挑剔 知道吗 因为一个人的性格已经稳定下来 他没办法后来为了别人去改变自己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很多父母担心这个点 我的孩子如果年纪越来越大 所以他会更就是配合不了别人 更找不到对象 所以他们比较担心 而且我们有那边有一句话 就是 就是意思是说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战备已经经验过这些东西 或者是他们身边别人有经验过这种东西 所以他们不希望你去经验过 30岁以后结婚多困难的事情 陈老师 你觉得刚刚我们提案当中的这个女孩 她她摔门而去 过分 言论其实也有点过分 摔门而去这件事情 可能她身上的错还要更多一点 哪样 错在哪 不是错在她摔门 是错在她这个动作说明 她内心深处其实是站在她大姨这边的 对 人只有被对方提到她也认同的缺点 才会由衷的愤怒 戳到了痛处 她要由衷的 就不认同那一整套婚恋市场的评价 规律和评价模式 这种评价她一笑置之 她这么不会准备 你知道吗 我们的表现可能会变成 是是是是 知道了知道了 对 这才是你发自内心就觉得 其实我们对婚姻也好 我们对婚配也好 那件事不太一样 就好比 就好比像袁珊珊这样的女子 如果在饭桌上 有人突然跟她说 你怎么这么胖啊 你身材太差 你腿这么肥 她会生气地走吗 袁爸爸会摔门而去 因为她清楚地知道 自信的那个价值支点在哪 所以同样的道理 当这个女孩摔门而去的时候 她内心深处真的要反思的是 她没有与自己和解 她在两种矛盾之中 一方面她内心深处 有着非常典型中国传统的婚恋 以及家庭观的影响 但另一方面 她又没有悦纳自己的这种存在 她在两者游离 她的痛苦源于游离 所以当下对她最好的建议是 你先想清楚 你的脚站在哪一边 又到了 站定了 如果你向往这种温馨的家庭生活 那你就开始在周边 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寻觅 组建自己的家庭 我觉得很幸福 如果你发自内心地 向往一种自由主义家庭观 你也会理解大姨 为什么这么说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女孩 她真正的是可以和颜悦色地接纳 就像刚才会长说的 我们会一笑置之 然后说是的是的大姨 您这么说的我都不好意思 来来来 我敬您一杯 您的孩子进化怎么样 就反而就围细一下手 把话题绕走 真正的自信 其实往往是和风细雨的 而不是急风咒语 她有道理 其实我看了袁珊珊爸爸 他们那个节目 没有大姨这么极端 但是您在节目里面 其实经常拆人家珊珊的台 一方面想她嫁出去 但一方面又说 你看看她这个不会 她这个不会搞 感觉她两件东西不会 这也不会 那也不会 一直拆台 对吧 爸爸才能提出她的缺点 别人怎么好意思提她 那你说得太多了吧 我说她因为她 她确实有缺点 我才是 爸爸肯定是希望她越做越好 但是别人不可以说 对 别人说 原爸爸我们就在想 你到底会不会跟 阿姨也会去催一下珊珊 大部分都是挑着她妈妈去催 让妈妈去 我只能做到的就是 她这回家 我就把别人小孩带到家了去 带着别人家的孩子音诊 就是她 我妈 唐姐的 表姐的 这些小孩们 我都带回家 就在家里玩 我觉得对这个小孩特别好 特别喜欢 实际上她 她心里也变相了 应该明白 珊珊妈妈催婚的 主要责任其实在您 你知道吗 就您给珊珊妈妈 营造的那种婚姻 太幸福了 所以她就希望女儿 早日走着这么 这么幸福的婚姻 她会有这样一种 我跟她妈妈幸福 也是为了珊珊才幸福 我有点怕 我有点慌 叔叔 太直接了 叔叔 也是 因为这个有了珊珊以后 我们就是想 不应该 不应该做一些 让珊珊看了不高兴的事情 所以说 慢慢习惯了 就这种生活了 对 她的幸福 这个充滞 希望去讨论高 在珊珊眼里 没有看她爸爸妈妈 不和谐的一面 实际上我们必须也吵过架 但她不知道 但是这个节目一说 我说漏嘴的 回去就知道了 没事 没事 喂 干什么 走了 是啊 去哪里啊 回家哦 然后呢 上班哦 不上班行不行 不上班你养我 喂 你先关上你自己吧 是啊 好像会被催婚这个事情 真的会是一个 世界性的问题 但在这方面 我觉得中国可能表现得 更明显一点 关于催这个字 我这里有准备一个叫做 一辈子的时间的板子 其实能够体现出来催 零岁到十岁这个过程 学习各项课外技能 不断考级 逢年过节 被家里亲戚要求 才艺展示 十到二十岁的 这个过程当中 被输家考试 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 不许谈恋爱 是的 二十到三十这个期间 到处投简历 召集自己找不到工作 开始被催婚 三十到四十这个阶段 成为房奴 车奴 娃奴 四十到五十这个阶段 开始为孩子的未来操心 省吃俭用 努力存钱 好可怜啊 五十到六十 终于有了自己的生活 却发现马上要退休了 又开始担心自己 我退休以后怎么办呀 六十到七十岁 花费了大部分的精力养生 却发现还要忙着带孙子 七十到八十岁 终于安定下来 开始安度晚眠了 天哪 这个典型的中国人 是吧 中国的父母 中国的老人都是这个 我就在想 但有的时候是 这是我们的确要面对的现实 虽然我可能不想过 这样的生活 但我会发现说 的确正在经历这些 慢慢还是要经历这些 是吧 程老师 不管你从事身上 环境的力量 对 这环境不仅在 形塑着我们的 就是外部世界 它在形塑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就每一步的选择 最后都还是被裹挟 就小的时候 我们都很烦 父母身上的缺点 长大之后 自己身上这些缺点 都会出现 一模一样跟他们 对 这个小时候 父母趁你上学 要好好学习你烦 实际上长大以后 就知道 那个是父母 心里还逼我了 逼我我就不知道 混成什么样 然后就会用这种方式 在对待下一代 那时候就是如此 在中国还有个 非常特色的地方 就是中国有一些 就是孩子到了 适龄的一个年龄的话呢 中国的家长 会专门去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叫做相亲角 我的天哪 相亲角 你知道相亲角 我知道 去过没 我 不能说啊 不能说啊 肯定误过 你去过啊 原爸去过 这个反应 那你带简历没 没带吧 我就是去 我去侦察一下 看看是个什么 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好可爱 但是我没跟你女儿讲过 为了让我们各国代表了解一下 这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 婚恋文化 所以我们这次也安排了几位代表 去到了北京中山公园的相亲角 深入地体验了一下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 那一支赖 天乐 撒傻 去相亲角的情况 请看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 是北京中山公园的相亲角 我是俄罗斯的 是什么 我是东北那嘎子的 真的假的 真的 东北哪嘎子的 东北哪嘎子的 我是号是冰蛋 碰到老乡了 对啊 我是佛系相亲的 你好 你有感兴趣吗 真的啊 阿姨不感兴趣吗 那我没考虑过 跟我们来吗 没有 我想看她的父母才知道她的女儿是怎么样的 我也不会来 早得下来吗 对 哪年出生呢 我93的 太小了 太小了吧 海国印度 我知道 但是你这个国家 都有钱对吗 没钱 现在赌博士 在加拿大赌博士 挺要说是挺不错的 又白定又贵 白呢 你自己说好美更比较 中文的阿姨 你什么话都说的 很废话 你哪年子啊 你怎么能保证你 二年收入 我是艺水生 我还没来艺水 这个职业挺好的 我也说 要 我家要 病人 顾客英文的话 我能说正清啊 或是不来 说看了 看这回 没有没给人看好 不来 那你说 你中文六我才这么说啊 老婆咱也去试试 试试啥 试试 天后可是想要 我不行 你快试试 我不行 害羞 卖得不好 这个很好的阿姨 你一看你就不专业 写的牌都不对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像不到亲的原因 快 鼓起点儿勇气 咱俩去支个套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可以回家 支哪儿 在哪儿支 太尷尬了 先去先去 莎莎 真的 真的没人找你 没择 好可怜 我的妈呀 好尴尬 莎莎 小心 小心 太尷尬了 有没有人来啊 撒大爷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我 怎么样 你不怎么样 我们天乐已经找到了一个 上学习学已经第一了 加拿大的什么医学院呢 Canadian College 这是他们的名字 在托人头 在托人头 在托人头里面 对对对 真的成功了 真的厉害 我妈妈 我一帮我妈妈找个老公过 被冰添皮肤挑战 所以要帮一个女儿找老婆 没问题 再说 要靠谱的啊 很康谱 我很康谱 先先讲拜拜 拜拜 再见 天乐不错 天乐 好优秀 我们刚刚看到了中国父母帮孩子找这个对象的这样一种方式 特别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 在中国很多人看来 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 更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对 所以其实如果用到一些中国式相亲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提到了家长去相亲找这样的一个方式 实际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你最起码第一关 家长五关 你就已经先提前过了 所以今天我们在场的各位 我给袁爸爸介绍一下 应该是有三位已婚人士 剩下的呢 都是未婚青年 我今天呢 想邀请袁爸爸站在一个什么角度呢 就是站在一个 中国爸妈挑选女婿的一个角度 来挑一挑 看看究竟最后袁爸爸会挑选谁 我可以补妆吗 来 我们先请 没有结婚的男生请亮灯 接下来呢 我要请袁叔叔来挑一个新 各位未婚的代表们 请亮出你们的牌子 来给叔叔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感觉我在参加相亲节目了 对啊 就是啊 姑娘 你先来吧 对 您好 袁爸爸 然后我去过二十八个国家 就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去旅游 所以跟袁莎莎可以带她去很多国家看看 你去二十八个旅游 你的费用是花了谁的钱 我自己的钱 你有工作吗 差不多 说实话 给我说清楚 讲明白 你要讲清楚啊 什么叫差不多 什么叫差不多 问你 兼职工作 但是存款有点问题 问题 你游玩了吗 你游玩了 火焰熄灭 你以后怎么养家啊 我是有收入的 算多少 花多少 没有存款而已 月光足 那你养不了家 对 那灭灯 你的灯就没亮过 你的灯怪不得生 怎么还有个喷铁的声音 逼冷 逼冷 你好 爸爸 我叫钟毅伦 我今年二十三岁 然后 纽约大学毕业的 然后我现在住在伦敦 搞投红的 投资银行 搞金融的 我最想做的是音乐 所以我现在又一张专机要出来 因为我父母有房 少两个字 对 你这条件也太优秀了吧 谢谢 但二十三岁年纪怎么样 还好吧 还好 我这个正好问一下 叔叔你会介意就是那种姐弟恋吗 我不介意 年龄差距差多大都是 七八岁就无所谓 七八岁的五岁 就还刚好 但叔叔你刚刚讲的一句话 你觉得他的那个条件太优秀了 会不会也是一句否定句 对 对 直接对 因为太优秀以后 你会不会要求 让他到美国去 就是说如果你谈恋爱 你会要求对方也要跟你到美国 或者到英国怎么样 我喜欢中国 我想待回来 所以这里就OK 你喜欢中国 他想待在中国 对 OK 小贝 我们还要赖吗 还看吗 赖了吧 在爸爸心态上 一定要都看完 那没准还有更优秀的呢 小贝 小贝 袁爸爸您好 我叫贝勒泰 可以叫我小贝 我今年要二十六岁了 曾经是汉语桥世界大学生 中文比赛的总冠军 然后修脱没障 现在担任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 新媒体公司的一个内容主编 我没有房贷 也没有车贷 因为都没有车和房 就不用贷 我没有房贷 也没有车贷 就强掉了 所以这方面也没有这种 负担 经济方面的负担 是的 而且袁爸爸我现在坐下来 您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我一米九三 等一下 你提到这个 我觉得有必要让你之前 觉得还不错的终一轮 站一下 我一米七八 黄浅 而且 现在很高 最高 等一下 终一轮一米七八吗 你有一米七八吗 也有一米七 一米七的来了 官方身高一米七八 一米七八 真的吗 我才是一米七八的 我的事 清澈有效 是不是您多高 哎呀 清澈 你感受感受 低冷低冷 哎呀 我也多高 还可以吧 你 你应该 一米七六吧 哎 好 你肯定没有超过我 我没超过 哦 那 原范是多高 一米七六 一米七六 哎 是吗 哈哈哈哈 一米七姐 一米七六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叔叔已经开始走进 开始细细的平 啊 都可以 哈哈 好认真 太高眼麻烦了 很严格 好严哦 不能逼我来人 不能逼你爱是吧 对 哎 刚刚那个总冠军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他吗 我你爱不爱中国 我目前在中国生活了十年 然后学习中文学了十九年 所以我觉得哈 中国是我生活的非常大的一部分 你愿意在中国工作吗 可以 叔叔就希望你是能够稳定的 对 其实我真的觉得养女儿的心态非常复杂 因为我经常会想 以后如果我有个孩子 我真的不希望他是女儿 你知道原因是在哪吗 我觉得好像儿子如果要结婚了 就有一种随便无所谓 解脱 但是作为一个父亲 你知道那种对女儿那种出嫁的那种心态 我有时候一想万一哪一天就是女儿要嫁人了 我在婚礼上 作为一个父亲把他牵过去 送到别的男人手里的时候 我都有点想流眼泪 我可能不会参加 真的啊 受不了是吧 受不了 感觉这会儿都有点泛泪光了 袁爸爸 你有想过吗 那个画面 想过 我想过我不参加 不参加 就是因为舍不得 为什么不参加 害怕什么 难受啊 我看到他那个一个男孩把他牵走了 那种心情 如果他们真的就比如说 要决定一起去别的地方 很远的地方去生活 搬走了怎么办 搬走 你会不会也受不了 我不是受不了 我肯定不会疼你 得在中国住着 对吧 在中国我想看他 我马上就可以看他 在外国那太远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位 来 华波波 叔叔好 我叫华波波 我的历称是波斯王子 但我不是波斯王子 多大岁数了 三十 哦 是零 我去过三十四个国家 爸爸有钱 有地位 然后我现在不是在读 上海有房 有车 有公司 而且已经还完成 我已经存款两百四十四万六 我不知道 大概两百五十万左右的存款 两百五十万 适合你 这个数字适合你 两百五十万 波波波 你有什么缺点吗 我的缺点就是说 我没有缺点 这个 我想说 你好 金钱对我来说 不是一种优惑 坐下 这个说得好 你刚刚问人家说什么 你有没有固定的工作 他怕他养活不了自己 对 你父母有钱 他是你父母的钱 你有钱吗 有 我刚不会 我的存款两百五十万 两百多万在上海来说是 不是什么有钱 我作为 那我把房子卖掉来北京 钱多 钱少 对我们这个家不重要 我们家不缺钱 其实叔叔 我得跟你说一下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在意 这个基因的遗传的问题 因为波波确实他有一个小的状况 但是曾经就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他的头顶就开始有点 就是掉发的一个情况了 那不比我还老 好 接下来 叔叔 您看一下这位 这位也非常特别 来 好 天乐 我叫天乐 今年二十五岁 幽默 可爱 中文厉害 泰国 印度 双国 积极 加拿大医生 医学院再读 未来医生年 六百万 哇 你中文厉害在哪里啊 刚才那一段 你的第一句 让人质疑后面所有的每一句 你知道吗 你到底是泰国还是印度 我妈妈是印度人 我爸爸是昏水 所以有百分之七十五 是印度人 然后百分之二十五是泰国的 我还是喜欢稍微胖一点的 胖一点的 我太瘦了 他的前途挺好的 对啊 你 你看他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 你不考虑一下医生这个职业吗 医生这个职业 其实很好的 但是你现在还是在读 还没有毕业 不知道你到底能不能拿到这个 但是我会努力啊 我会努力 对 我考虑考虑 好 你可以考虑 接下来萨莎 袁先生 您好 我叫萨莎 来自俄罗斯 我阳光 我爱健身 爱运动 热爱生活 我今年二十岁 然后我在哈尔滨读大学 我十五岁创业 一直到现在 在哈尔滨有车 有车有房 然后进行的是国际贸易 现在在申请清华大学的研究生 然后 可以 中文的话 也学了很多年 所以 继续努力 他非常阳光 你 你 ok 这年纪也行吗 二十岁才 二十一岁 有点太小了 太小了 你得到了和乡亲角一样的代语 对 你就坐下吧 太小了 我们这样吧 您直接选出两位出来 再对他们进行第二轮的提问 提完了之后 直接在这两位当中选择一位 你看可以吗 算一个 哦 是我吗 你好 他刚才说多少年了 二十一 二十一 那不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原爸爸为什么最后还要耍他一下 撒杀 我就选你 牛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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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这个是第一个候选人是吧 真的吗 还在选择一位候选人 我喜欢中国我想带回来 好 现在坐下来您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我一米九三 你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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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金银好啊 八百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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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帅哥 哎呦呦 你刚刚是选择了 呃 天乐 和小辈 好 我来了解一下哈 一直爱不选择我也能明白 因为你太小了 这个日本朋友太小了 萨莎其实 那个俄罗斯的小帅哥 挺优秀的 是因为年龄的原因 对 因为年龄要是相当的 我最喜欢都是她 谢谢 谢谢 太小了 因为我给我女儿设定的小 也不能超过七八岁 好 所以说再多了就不合适了 不太合适 然后那边那个华伯伯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他们家太有钱 他们家太有钱了 不是 太有钱了 我 还有很奇怪的就是 钟一伦 钟一伦 他是因为刚刚个子的关系吗 牛津大学 在投资银行工作 一定是因为个子 您不好意思讲 没事 稍微矮了一点 就是因为刚刚 没有站起来 所以 对 袁爸爸选的心动男生 这是钟一伦 谢谢 还是很感动 这样 袁爸爸 在天乐和小贝当中 你有什么问题想问他们吗 天威你吧 天乐好 你喜欢中国吗 我非常喜欢中国 你愿意在中国定居吗 非常愿意 非常愿意 对 好 接下来再来跟小贝聊一下 女儿找对象 站着爸爸的角度说 一定要超过我身高 他超过了 超过了 一下就看出来超过了 这个胖 稍虚胖了点 已经捡了很多 就是之前堆的一些 保暖的一些物品 然后现在反正再努力 我们夏天再说 肯定没问题了 已经是夏天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叔叔做一个选择 两位呢 你们可以先闭上眼睛 叔叔 你最终选择谁 就走到他的身后 然后告诉我们理由 好不好 好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的总冠军 我一米九三 接大大医生年入百万 选择结束 选择结束 小败 老板 你好 老板 你好 叔叔 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选择他的原因吗 我为什么要选择他 他 刚才我问他 爱不爱中国 他说爱中国 我也是个爱国的人 所以说我 这句话第一打动了我 第二 他愿意在北京工作 他已经在北京工作 而且他非常爱运动 我喜欢爱运动的人 你能不能大概跟我说一句 实话袁爸爸 我个人觉得他个子高也是 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吧 他超过我了 逼人 他超过说明比我有了 就是个个子 哎呦 谢谢 谢谢 首先我觉得特别的要 感谢袁爸爸能够抽空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然后我觉得袁爸爸 跟我们分享的是 真的是一个非常现代的 开明的 但是同时又非常关心 子女成长的父母 对 他们真实的一个心声 有没有什么建议 送给电视机前的 我们所有的观众 包括我们的父母呢 我想对这个 正在吹灰的那个父母 说一下 吹一样 装在心里就想 不要天天把这个挂在嘴边 每天去捞到 找到合适的人就行 晚一年 晚一两年 都无所谓 但是一定要找代理的 不要去盲目地给他找 找到以后 对他人生是一种打击 不要像我过去的一种思想 天天吹着老婆去吹 不要吹老婆 对 不要自己来找 自己来 对 对 还是让他自己去找 真的是太好的爸爸了 感谢袁爸爸来到我们节目中 谢谢 谢谢 回来了 对不对 结婚了 好的 非常感谢袁爸爸 做过我们的节目 那由于节目时长的原因呢 更多精彩内容与删减片段 请一部哔哩哔哩观看 刚才我们聊了这个 中国的年轻人 经常会被催婚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中国年轻人 挺惨的 为什么呢 以前我们刚刚看过那个表嘛 说小时候被催着去读书 读完书之后 催着工作 催完工作呢 催着结婚 催着结婚之后催着生孩子 催着生孩子之后呢 要开始培养孩子 催着自己的孩子去干嘛干嘛 这一步一步的 我真的觉得好像 不是自己再往前走 始终是一件一件事情 在推着你在往前走 没错 几岁要干啥事 看起来那个表 是一种经验的总结 但其实在社会学上 就专门有一个概念 来形容这一套的流程模式 就叫做社会时钟 social clock 它就是一种外部期待 就是这个社会文化 所形成的一种 生命节奏 它会迫使卷入到 这个文化场域当中的 每一个个体 来有意识 甚至无意识地 来遵从 遵从这种节奏往前走 所以有的时候 你不在那个点上 你有一种莫名的焦虑 因为身边都那样了 对吧 你没那样 身边都是这样 然后甚至大家都 理所应当地觉得 似乎理应如此 这时候你明明心底 有一种反患 就是这是我的个人选择 这是我的一种选择的自由 对 那我不按这个钟 又怎么样呢 但是就是选择和代价 当你选择了做一个 可能挑战时钟的存在 那你就要承担一种 外部时钟 在你身上滴滴答答的压力 你能扛得住 那你就能享受自由 那扛不住 某种意义上 可能你就会被这个时钟影响 李老师其实算是按照这个中国传统的社会时钟 一步一步走的还是相当之稳和成功的 我这条快了 挺快的 两个孩子 咱们俩 你有压力吗 我啊 其实我们家也不催我 还好 因为中国孩子每次看那个社会时钟的话 总觉得根本没有一个给你恋爱的时钟在里面 对对对 那个范畴 不准恋爱不准恋爱 突然怎么还不结婚 对对对对 感觉没有一个恋爱的时间 今年过年的时候 在酒桌上就来了一句 说了还不看我的眼睛 新年快乐 还得回来结婚看 新年快乐就这种夹在的中间 还没听女主说什么 眼睛已经飘走了 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我们中国可能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种社会时钟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 各个国家 你们国家的社会时钟大概是怎么样的 这会这些社会时钟 到底有没有给你们国家的年轻人 带来一些压力和问题呢 有问题 上知乎 搜索社会时钟 了解为什么大部分人喜欢稳定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罗世杰 哇 谢谢会长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 刚好我也准备了一个牌子 我现在在找 找到我 那么快 你们先看 你们国家16岁就必须考驾照了吗 而且是一定要考到驾照 对 真的很重要 非常的重要 16岁的时候你必须得考驾照 而且你得有你自己的车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得从你家 把你自己给开到学校 16岁觉得有驾照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真的很酷 在伊朗也是 就是在美国我们真的觉得最酷的高中生 就是有驾照 对 在伊朗也是 我在想酷这个事情 是不是就集中的发生在美国的16到18岁 因为我刚刚看到你那16 14 18岁还写这个说 开始谈恋爱 对 美国因为这个社会始终 其实会导致一些问题 也就是说美国14 15岁的时候就会开始谈恋爱 就是赶紧去找一个男女朋友 然后在美国如果你到了20岁还没找到男女朋友 或者没有跟一个人发生过性关系的话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羞耻的事情 真的是 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多很多年轻人 就是年轻的时候会找一个男女朋友 然后做一些 就是发生一些不负责任的性关系 然后会导致很多未成年人 就会变成妈妈 妈妈 对 生孩子 就每年 美国每年会有75万未成年人的妈妈 然后这些人80%都是穷的 那就是说他们人生就是一辈子只能看 而靠美国的这个福利制度来生活 其实刚刚我觉得罗世杰是跟我们分享的是一个社会现象 就是由于这个社会始终的这个关系 所以其实也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 对吧 我们问一下钟一伦 刚刚说驾照你是有的 那刚刚罗世杰提到了16岁开始谈恋爱 20岁之前 你的初恋是发生在16岁以后还是16岁以前呢 我的天啊 16岁以前 其实我 早恋 我12岁的时候就谈过我第一次恋爱 他是我们小学成绩最好的一个人 然后其实我觉得到最后 我为什么变得这种学霸的一个人 是因为最后的让他喜欢我的方法 就是需要比他成就是需要有比他好的成绩 哇哦 你追一个人的方式就是成绩超过他 哈哈哈哈 因为他可能比较在意这个点 他自己学习很好 所以他对这个事情是比较敏感 应该是吧 对对对对 但是但是可能那个女孩子不喜欢你的成绩比他高 很有可能 对啊 那时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秘密 然后我告诉我 告诉了我的一个好朋友 然后他说 哦我保证我不会跟任何人说 公毙啊 然后过了大概一周 他就跟那个女生说了 公毙啊 忍不住 我懂他 忍不住 反正 反正我 一开始有点尴尬的 我们就开始谈恋爱对吧 但是 是不是感谢你那个朋友 那时候感谢那个朋友 但是过了两周 这个女生就给我发了短信 所以说其实 我们还是只当朋友吧 哦 然后我那时候就心碎了 心碎了 八岁就有手机 那时候我刚买到了我第一个手机 就是收到的第一条短信 就是分手的短信 哈哈哈 你记得很清楚 哈哈哈 就是我的号码 你给我发消息 我会等你的消息哦 等一下 哈哈哈 我把我的那个屏蔽是 啊设计了穿黑 然后就啊 哦 好赢 郭敏昂来看看阿根廷的社会时钟 对阿根廷的情况比较复杂 从五岁开始到十八岁就上学 然后十二岁到十八岁也允许谈恋爱 二十一岁就必须要找工作 到二十一岁就必须要找到工作 因为可能阿根廷的家庭 可能孩子比较多 所以不管你在上学不上学 但是自己要找到一份工作 二十一岁之后就是很乱 为什么很乱 就是没有什么什么时候要结婚 什么时候要生孩子 什么时候要买房子什么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阿根廷的经济情况 是很复杂的 通货膨胀率很高 就是最近两年就可能一年的通货膨胀率 就是百分之五十 所以发生什么呢 你没法做一个十年的计划 因为你拿到了一笔钱 那你可以买车 那你赶紧去买车 赶紧买 万一存的钱变成不是钱了 对 或者你有钱首付一个房子 那就赶紧去首付 不然的话过了一年 可能这个钱不值钱 对 是这样子的 然后导致的一些问题是什么 就是没有这个结婚的这个年龄 也没有生孩子的年龄 是因为离婚率很高 比如说我生病的朋友都 父母都离婚了已经 所以可能你选择生孩子可能不结婚 就是但是生孩子 就是一生就是这样子 你现在的习惯也是很阿根廷的习惯 对吧 活在当下就是 是的 对 成款没有 对 好 再来看一下日本一直来 好的 日本的社会始终是这样子 好多喔 那个三十到四十岁 什么想结婚就结婚 不想结婚就 不结婚 就单着 想买房子就买房子 不想买房子就租房子 这不是废话吗 对啊 不是 在日本结婚就是 只是个选择而已 然后日本有一个学者提出一个 日本的现象就是 第一欲望社会 日本的离婚率很高很高 然后所以大家都认为 离婚率那么高 为什么要结婚呢 的状态 对 然后出现了一种叫 闲婚派的一种人 闲婚派 闲婚派 大家都不想结婚吧 我是闲婚派传染 然后他们就不结婚 不买房子 根据统计 2035年 估计有一半的人 会单身的 有数据 整个日本都有一半人口的人 都是单身的 对 所以这种现象就会叫做超红楼社会 日本为什么机器人行业这么发达 就是指着人工智能 把大量的劳动力缺口填补上 然后他人又很少 然后又比较宅 又不太有什么欲望 反而幸福指数会非常高 对 因为很多时候幸福指数跟欲望正相关 欲望越多又满足不了才会痛苦 他没什么欲望 就宅在家里有外卖有动漫 就很开心 对 再来看一下天乐 好 印度的吧 我代表印度的 20到28岁就要通过爸妈的安排结婚 结婚之后再谈恋爱 对 我觉得作为一个印度的代表 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有点 是一个很敏感的事情 因为你知道吗 到现在是这样的 先结婚才能谈恋爱 比如说你知道吗 我爸爸妈妈他们认识了一天 他们明天就结婚了你知道吗 就那么快 然后呢 比如说你在高中读高中的时候 不允许谈恋爱 如果老师看你学谈恋爱的话 那就是不可以 其实你可以 告诉父母 就是那么严重你知道吗 被开除 对 然后呢 如果在大学的时候 虽然有点开放 但是也不是那么开放 如果我们听到这个女生谈恋爱过的话 那这个女生就很难被别的男生交互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话题 对印度人来说很敏感 很敏感 但是我觉得你前面这后面也很惨 29岁到60岁就要开始努力工作 为孩子买房子 整个这30年都是在为孩子买房子 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 60岁之后就退休 让孩子养自己 那人生活着干什么呢 但是一个好的事情就是 我们觉得60岁以上呢 就休息 他们就休息了 就靠孩子养他们了 一般都是这样 快讲到60岁 对 一般都是这样 还有我的天 我一直觉得这样 就是爱情是一个两个人的事情 对吗 比如说我想跟一个人结婚的话 是我的事情 因为我要跟那个人一辈子一起 但是你不觉得我们亚洲人有点压力很大 因为我们不仅仅要找我喜欢的那个人 但是我要证明那个人 我爸爸妈妈也会喜欢他 两个家庭的事 他的爸爸妈妈也会喜欢我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压力是 两倍 对 所以压力很大 自由结婚的人 他们会就是很容易离婚是不是 但是如果爸爸妈妈帮你介绍的话 他们一辈子不会离婚 你听过这样的话吗 但是我觉得最后的原因是这样的 如果你自由结婚的话 你就会有自由处理的离婚 对 但是如果爸爸妈妈帮你 压力 对 结婚的话 你就不敢离婚 对 因为你觉得好 你要考虑爸爸妈妈会伤害吗 对 然后别人会伤害吗 所以不能说他们快乐 可能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快乐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原因 结婚不代表快乐 所以我觉得我们亚洲人 还是压力挺大的 对 所以其实能够看得出来 很多国家都有自己国家的一个 社会时钟 都有每个国家的压力 因为你们现在大部分人 都生活在中国嘛 所以你们基本上已经偏离了 你们国家的一些压力 偏离了你们国家的一些社会时钟 但你总得回家呀 所以通常你回国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在回家的时候 感受到家里人或身边朋友 带给你们的一些压力呢 我会有的 比如说 你这么无所谓的人也会有 不是 但是一会就没了 这就是比如说我妹妹 她已经有车有房 这不是我也应该这个样子的 但是我也觉得我自己的生活 我自己的生活还是挺满意的 我觉得我过得很幸福 然后我去过很多地方玩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生活的经历 对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然后我看我妹妹 可能她也没有去过那么多地方 但是她的快乐是从别的地方得到的 所以是不一样的标准 不一样的 对 小贝你有吗 就我去年回国的时候 我发现我最近就同龄的 很多朋友他们都已经就是好几年的稳定工作 然后就是因为那个就开始投资买房 然后就是也在各种 最近都是在结婚 都是在生孩子 然后就每次看到这种动态的时候 我确实会有点 就是感觉自己在干嘛 是不是 主要应该跟他们一样 但是我一个很特殊的一点 是我父母一直没有逼我做任何事情 直到搬到北京 开始有稳定工作 然后我和我妈打电话 然后莫名其妙抛出一个题 就是说你现在有工作了 你是不是就有点感觉 你应该就是买一个什么东西 就上面可以盖你自己的名字的那种 然后我在想 什么 你说的是什么鬼 行李箱 电脑 明天 这种东西 明天 我可以 我什么东西可以盖在上面 然后我说你说什么 然后说 就一个就蛮小的那种购物 就是像比如说一块地还是什么 就是什么 就莫名其妙和他聊天的时候 他莫名其妙抛 就是抛出这个想让我开始买 房地产的这个东西 挺好的想法 什么 好够呢 小贝 我可能比你们稍微年长几岁 我真的非常后悔 在我25岁左右的阶段开始 没买块地是吧 没有好好地去认真地思考将来自己的理财方向 我真的觉得有点晚 如果当时我不像 你们我当时的状态很像你们现在这样任性 但是真的现在回过头来再来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人生可以早早地去计划一些事情 有点稳 好 再来问一下 都会有 一只蓝你有什么 好 我上次回日本的时候 跟初中朋友一起吃饭嘛 他们又开始工作了 然后骄傲自己的身份嘛 然后就是问我 我为什么不工作 然后我说我是个视频UP主 你怎么介绍自己的 然后他们看不起我 对 而且就是他们觉得我的工作很无聊 而且又没有保障嘛 确实是这样子的 可是我气死了 真的 然后但是 其实我比他挣的钱多 所以就是心里有点放心嘛 然后最后让他们买单 最后让他们买单 这是你让他们买单 还是你想买单他们不让你买 对 就是压着我 你没有钱没有钱 所以我们来买单吧 按道理你有钱你要买单 对 你没有告诉他你是在美国 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上的UP主 没有说 我的天哪 你下次要 主要他也说不出来 长了一点 来 天乐 好 我呢 其实 这个也对我来说也有点难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看起来就是 快乐快乐 但是其实我是一个很 很给自己压力很多的人 因为我有很多事 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会想做个医生 学习医生 对吗 学习时间也比较长 然后我朋友们 周围的朋友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了 都结婚了 都有快乐的事情 都有介绍什么什么的了 但是实习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除了学习 我还要过两年我才能真正的工作 所以我现在在加拿大 大家都说 慈禧 我还要用父母的钱 来用生华的费 我还要问我父母的钱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然后那个时候 我工作的时候都28岁了 你看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压力很大 怀疑自己吗 我是不是走不对的方向了 你知道吗 我是不是浪费了我的那些 从初年我开始做了这个 我在我的床 我放了一个单词 在我的门上 我说 超级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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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真的 因为我每天起来的时候 我会看到这是我的目的 这是我的目的 目标 不要给我压力太大 有一天 我会想到我18岁 那个时候我很想当医生 很想帮助别人 我要有那样的感觉 他每天要有那样的感觉 所以从去年开始 我养了一个印度的孩子 然后我每年给他3000美元 但是我不需要送他 不需要什么 每年他只要给我 成绩单 然后所有的 他学费的 然后他的衣服 我都付 因为我希望每个人 每个孩子都像我一样 你知道吗 对 这个好好 加油 又一个怕自己平坏的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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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始终相信天乐 还会成长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因为他的心很善良 他是一个好人 他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再来看一下钟一轮 反正我父母不会给我很多压力 就是因为可能他们色相比较开放 然后我提前看了很多研究 这个研究就说了 一个问题是很多人的幸福感 并不是来自于他们有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 而是来自于他们是否能跟得上这个社会时钟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40岁 整个社会会觉得你40岁了 你应该结婚 你应该有孩子了 所以如果你并不需要 就算你并不需要这样 他们会觉得其实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社会时钟走下去 所以社会会对你有一种态度 然后整个社会对你有这种态度的时候 你也会感觉不舒服 社会时钟给大家带来了过大的压力 社会时钟确实带来过大压力 但是最后我们还要明白一件事就是 社会时钟是由谁定的 谁能决定这个钟怎么走 走速如何 还是我们 所以我们不要老是抱怨它基于我们压力 而且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每一次的发生和决定 都是在改变这个社会时钟的走势 而且我们有足够充足的理由认为 由我们这代人所制定的时钟 对于下一代人所形成的这种 时差压力会小很多 因为至少在这一代8090 尤其是00后一代中来讲 全新的共识正在快速凝结 我们开始慢慢地意识到婚姻 不是一个个人幸福生活的必需品 我们开始意识着到 可能寻找个人幸福 可能找一个爱的人 比你到了那个时间点 必须跟一个不爱的人走入婚姻 或者必须要拥有一到两个孩子等等 都没有那么强烈的关系 我们更多把所有的价值支点 从外部社会挪到自己的内心 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少地问 你们希望我做什么 越来越多地问 我内心真实的诉求是什么 所以我们常会跟人说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抱一而终必有所得 但我们不会说不要屈从于外部的眼光 我们开始说了越来越多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正在调节着时钟的走向 我们正在拉大着宽容的程度 而这一切都是 这个时代 这个社会 文明非常重要的标识 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 现在最起码我们还有选择的权利 对 但既然选择了 就让我们更加真实跟勇敢地 去面对这即将到来的一切吧 加油 Brian 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由湖北卫视 和Bilibili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 越聊越开心 常喝 常快乐 本节目由风靡全球的养乐多 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养乐多了没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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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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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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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們 今年猛中賽 我們一定要得到 冠軍 冠軍 為了冠軍 我們要努力 努力 戰鬥 戰鬥 加油 成 tour 一次最好的 銀回 抓緊 擁進 沙 同舟马攻击海人路 好子马遗憾浪靠边 白鸽马正六千番金 波涛在后岸再见 同舟马攻击海人路 好子马遗憾浪靠边 白鸽马正六千番金 波涛在后岸再见 同舟马遗憾浪靠边 白鸽马正六千番金 波涛在后岸再见 本节目由越活越开心的养乐多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养乐多了没 本节目由看光老护年轻西班牙疑斯丁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越开越智能的小鹏汽车赞助播出 库潮惊喜独特 本节目由美客家居旗下品牌伊尾行业赞助播出 在十九世纪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给自己给自己挖痕 真的 把小小的一个棉花在他的对 葬礼就会各个的可能你才哭泣 但是也有人可能才唱歌 我一样 结果中间不必停留 感谢之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上微博参与非政治会谈 节目话题互动王牌主席团 还有IT十一代表团 在微博和你一起边看边聊 好